2019年3月12日星期二 你好,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让你掌握新闻时事一点之通 来看封面故事 原本以为只要在朋友群里广发QR Code 就能免费获得一架苹果手机 一名18岁的女学院生 因此掉入老千圈套 本以为可以免费获得手机的他 最后是被骗走了2万多块钱 这笔数额已经足够让他买上 5台同款的手机了 这名阳性受害者来自芙蓉 日全根据朋友群发来的一个QR Code 加入一个iPhone全系列马来西亚专厂群组 该群的群组提醒 只要把同样的QR Code 转发给自己的朋友圈 就会获得征收一台苹果手机 而且还有各种不同的型号任选 杨小姐不宜有诈 转发后群组先是发给他一个银行户头号码 要求他先支付158令吉的定金 随后再要求受害者付款来购买电池 记忆体和中央处理器 还有上万令吉的整合费和安全支付 受害者多出多次费款后被告知无法获得退款 才确定自己已经受骗 因此报警处理 换个焦点 国内两大酒商宣布将在4月1日开始调涨啤酒的价格 这也是自去年9月废除消费税 重新实施销售税后 西里Hennigan和黄茂Casbert公司 首次调涨啤酒的零售价格 根据报导 此次涨价的原因 主要是原材料和包装的价格持续上涨 报导也说 Hennigan啤酒涨价的幅度在3-12% Casbert则是3-6.2% 但不是所有的产品价格都受到影响 来看槟城的消息 槟州行政议员贾日欣指出 槟州政府将在今年中旬落实智能停车系统 以助槟州趋向精明城市发展 他说 这个计划已经完成招标 并挑好了承包商 未来民众只是要使用手机应用程式 就能享用此智能停车便利 今晚的新闻就给您播到这里 详细内容欢迎翻阅光明日报或浏览光明新闻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引用Hotkinsport让您找回健康 好处是 舒缓便秘 减重 帮助提升运动表现 控制和降低血糖 助于肌肉发展 降低胆固醇 增强免疫系统 加速新陈代谢 助于提升身体续航能力 隐缓骨质流失和关节疼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